巴西警方在里約以內 來貧民區向食人毒彈發動襲擊 最少一名警察和24名嚴嚴人被殺 專家說這是該史歷史上最致命的事件之一 由於印度新冠病毒數目標升尼泊爾醫生 在星期五警告尼泊爾將會發生重大危機 因為每日的病例數目屢創紀錄 醫院的床和氧氣都用盡 江國民主共和國總統齊塞哈迪下令包圍 伊圖里和北京五省三十日 冠軍在當地盤居並且襲擊平民政府和安全部部隊 馬爾代夫在星期四晚發生爆炸 導致前總統和現任國會議長納希德受傷 現任總統索利指爆炸對該國民主和經濟的襲擊 世貿組織負責人在佛羅倫斯舉行的虛擬會議上說 美國政府支持放棄新冠疫苗知識產權 將會推動解決全球疫苗不平等問題 德國選民主委 第二 四方 究竟從